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走 对人才培养方面 对一个校园足球来说 足球教育 我觉得这根本上的是 培养一个人的 品格 精神 毅力 塑造一个人 塑造一个完整的人 有一些特别有天赋的孩子 在未来 因为他足球上的天赋 还有随着足球技能的提升 他有机会 能够到高一级的 这个校园 高中 大学 成为这个 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我叫朱玉京 我家是荣江的 我来自荣江县民众中学 今年15岁 你呆了 我现在踢着我躲冰 我查看看 不检查吧你 可以医院检查 我可查了呀 他没搞水梯 也没搞皮肠 有没有洗脏上 还有这车外过鞋 他明天明天才搞啊 就把面子当过来 接我下来 没事嘛 帮我帮忙朝来 突突突突突突三天啊 是啊 对 只要我咋死了 开门生了我怎么接啊 很接啊 我们绝大多数孩子 是不可能走上职业足球的道路的 什么样的气质让你开始了这个踢球球的 可能是被一个队友拉着来的 但是我很内向不敢主动到球队来踢球 所以当时他在我们班他也是踢球的 所以他就主动把我拉到球队一起踢球 对 对 非常不具合的几何图形 腿部有两对臭脚 腿部是一对 嘴边的两边是一对 其实有10米左右 腿长可达1.50米 如果用手指动他的臭脚 他就会稍微一下缩进去 臭脚的底端有一个小黑点 那大概就是他的眼睛 体育是必须要参临 要学习的 要体验的 就你了 站起来 珍费 有一个摇子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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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三 三 五 三 三 二 十 二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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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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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中国团的运动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 在智商发展的同时 情商也得到发展 想实现 这个真正的前面发展 给他进去 差一点点是出现乌龙了 就是要参与进来 才能感受到 村上的过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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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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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